球员出征国际赛事 唱国歌应该是很荣耀的事吧 但是本届氏族却有一支队伍 听到自家国歌的时候打死不开口 怎么回事呢 氏族B组的第一轮 由伊朗对阵英格兰 比赛前播放伊朗国歌的时候 伊朗全体队员表情凝重 而且保持沉默 外媒的解读 这显然是在支持国内的反政府示威 几个月以前 女孩阿米尼被盗德警察拘留后死亡 点燃了民众怒火 掀起1979年 伊朗革命以来最重大的一次示威潮 伊朗国家队队长赛前表示 要为受镇压而死的受害者家庭致议 而在国歌播放期间 场边球迷也没有闲着 有观众大声呼喊 还有人高举妇女生命自由示威口号 这样伊朗政府不就尴尬了吗 没有 伊朗国家电视台直接就把画面切换成 体育场上面广角俯拍的画面 也不见为尽 果真是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